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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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做過黃山山議員 我們有直接到台北市政府的辦公室 跟林青龍還有各局會處長商談 然後關於這條馬路 現在的工程是怎麼樣 那結果呢 他們目前人質疑要去 在今天跟廠商簽約 然後就是 就要進行這條開路的工程 本來有一條馬路 就是新華路 如果各位媒體朋友 可以實際去走一遍 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二十米的道路 這條二十米的道路 他們本來應該是可以 可以直接從四米大道 貫穿道 忠孝東路 但是現在這裡呢 變成了CityLink的人行通廊 他們說特別透過了都市設計審議回憶 把這條具有交通功能 以後南港車站特定區轉運站 特有交通功能的主要幹道 把它封住了 然後現在呢要支持的 穿過平岸工廠 開一條十米的道路 然後說這個是人行通道 人行通道有需要特別花錢開嗎 你根本就不需要浪費這個錢 然後後來我說你們這樣是浪費工廠 結果他們說什麼呢 說這個不是我們要付錢去開的路 這個是所有的私地主 所有參與重劃的地主 必須要負責的公設 所以這條馬路呢不是浪費工廠開的 這是請所有的私地主來負責的 現在呢這條計畫道路 他將直直的穿越平岸工廠 然後這個是在好龍兵時期 就通過的都市計畫 但是那時候柯市長在選前的時候 我們跟他拜託過很多次這件事情 然後他那時候還跟我們合照 告訴我們說沒有問題 他選上絕對沒有問題 然後結果呢後來我們不放心 所以我們又去在某一次幫他競選的場合 那時候我們是支持他的 我們是站到台上去跟他說 柯市長是一個誠信的市長 是值得掛保證的市長 所以那時候呢他就幫我們簽了這個連署書 說支持南港平岸工廠原地全區保留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就放心啦 就想說那沒有問題了 結果後來他們私底下 仍然持續的讓這個工程 還有各方面的各樣的 他們不願意去變更原本的都市計畫 仍然持續的要進行開路 然後甚至呢還持續的要把這個 國有財產署的整個的土地 進入市地從外案裡面 做分贓式的把它分發給市地組 這個是林青龍副市長 當初還在當學者的時候 在2010年他跟國際非常多知名的大學 召開了國際論壇 包括英國建築學院 然後還有東京大學 華盛頓大學 然後還有荷蘭的 就是非常有名的學者 他們一起來討論就是南港的未來 他們要如何成為一個願景 非常有願景的文化城市以及生態城市 然後那時候瓶蓋工廠是以一個就是文創的中心來出發 然後那時候規劃是全區保留的 那時候他也說 他那時候規劃說道路其實 他示範的道路是如何轉彎的 就是道路你規定是要支持穿過去的 你是可以轉彎的 結果後來昨天我們跟副市長商談 副市長說 他那時候這個是暫時的 但是這個通過都市計畫是永遠的 所以我們這樣不就違反了 副市長說了說我們必須要有彈性嗎 難道所有之前好市府定下的計畫 我們都不可以變 那所以大巨蛋也不可以猜了 然後台北經常也不能全區保留了 是這個樣子嗎 那我們為什麼要選你來讓改變成真呢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我們更不可以理解的是 就是我們特別去接到了 林青龍副市長當初出版的這本書 他那時候 他是非常努力的想要保住瓶蓋工廠 不要嚴重的呼籲文化區跟台北市政府 結果我們希望說你們口中說的 所謂的有良善的溝通 所謂的跟民間團體 重新建立新生關係 是你們真的要拿出真正的行動 你們不要去透過媒體放話 文化區跟李托馬局長他說 他以後通過這種建立的案件 他都要採取所謂的Idea Type Pay 一個創意工作儀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建立 那這個你看的是呢 我們看到林崇華局長 他透過媒體 他聲稱說他要跟民間溝通 他要透過這種 持續不斷的溝通 來跟我們民間團體修復關係 但是我們卻看到呢 這個Idea Type Pay 在這個月的七月底舉辦這個嘗試 他預計是要討論眷村的題目 其中就包含我們嘉賀新村 但是我們卻發現呢 文化局他們辦這個Idea Type Pay 他們竟然沒有主動邀請我們民間團體 去參加這個活動 其實在之前四月底的時候 文士大會決定要保存兩棟一起建築 這兩棟都是那種以前很高級的一些將軍 或是一些像不叫做的一些高階的觀色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呢 嘉賀新村他的保存價值 他跟一般眷村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說他的民眾房子 就是他們的後來進去的居民 他們自己蓋起來的 所以看到他的巷弄相當的彎曲 他的見譜相當的稱勢不齊 是一個相當具有特色的一個眷村 但是如果我們的Idea Type Pay 他聲稱是要清取一種 透過民間的創業的基礎 來把我們的一個眷村的機會給保留下去 尤其一中華局長 他過去在媒體觀訪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 他去了一間市場 然後他說 所謂的這種老舊市場的更新 他重要的應該不是 思考說有何去蓋一個新的房子 而是如何把這種市場面 這種老的這種老的 生活的這種在地的氣味 把它留下來 但是目前文化局 他們在四月底 做了這個文字保存的決定 他們只留了兩棟高階 相當方正的觀色 那如果 他們在月底的這個Idea Type Pay 他們直接對這兩棟 方正的高階觀色 來做討論 做發想的話 那以後大家看到了 嘉賀新村 是不是就會覺得說 原來嘉賀新村 就是一個很高級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眷村 而看不到過去的 無從他去講的 所謂的這種重要的這種生活的氣味 在鄭文山市場上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鄭市場 他很積極的跟民間團體 在地圖團體 主動的積極溝通 所以最後就達到了 就是在 不擴大文字保存範圍的情況下 他透過一些都市計畫的手法 把整個育肉園區完整的保留 讓文化的資產跟生態可以兼顧 並且讓這個地方 帶動地方的一個 未來的文藝的發展 我們也看到在基隆石的案例 鄭文山市場上之後 他推翻了過去國民黨時代 他們說要把那個 在台灣的歷史溝通 相當重要的C23倉庫 兼顧之保留移動 另外移動又要配合開發篩除 然後鄭文山市場上之後 他也投降如流的 跟民間團體好好的走散溝通 最後達到全區保留 且會辦一些 創立發展的一些 開放的工作方案 台灣如何要再利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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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